台積電日前拍板將到日本設廠 從日本經濟安保大臣到首相都受歡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將半導體生產 是為國家經濟安保戰略的一環 現在還傳出經濟安保法草案 將針對保護半導體產業 防止機密和技術外流做好準備 另外也有意加入事前審查制度 審查對基礎設施穩定運作 造成影響的中國產品和設備 中國大陸的華為中心等 因為這兩家公司的 有一些通信的基礎設備 事實上在日本有不曉得市場 另外可能因為現在日本也是 進口很多中國的東西 他們可能想說也是要有一個機制來審查 日本的社會其實現在是對中國有 相當大的一個敵對異性 日本國內所需的半導體中有60%仰賴台灣和中國進口 日本政府向台積電招手擴大在地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也草擬經濟安保法 防範技術外流 壯大日本半導體產業 新唐人野太電視 曾以豪正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 部長 晨永總統 博士 仇位 正最緊潔的 小日本 獲物 容忍